主女生快乐,我是头很痛的文科生主宁 想要追剧聊剧种剧三个愿望一次满足吗?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无法剧品解析带给你更多情感上的知识 这集唯永远的君主前四集的下集解析 上集中我们聊到了两个世界的时间轴整理 腕波席笛,与世营剑的秘密 救下小离滚的是谁 如果你还没看过上集 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要去看哦 不然这集可能会有点看不懂 接下来会和大家分享 第六平行世界的设定整理 第七闪电时离滚或疼痛的原因 第八离滚世界为什么没有炸鸡 第九第三集信号彩蛋 第十八恒相反的争议 第十一李林与郑泰的问讯时间 第十二截至目前四集的小评 以下内容就为前四集的解析 都有剧透请斟酌观看哦 那我们就开始啦 第六平行世界的设定整理 截至目前四集 穿越的设定和事件观 逐渐完整 且渐渐的在发生平行世界间的相互效应 大家对平行宇宙的认识可能不多 但我也不太能科普 因为我是文科生啊 但在收集一些资料之后 我认为用镜子是最容易帮大家 理解这两个世界正在发生事情 与其说这两个世界是平行世界 不如说是镜像世界 从这张图中就可以感受到 编打一直想要传达的世界观是 这两个世界就宛如镜像般的存在 正因为两个世界相差不多 假设世界是一面镜子 而平行时空的交错 就是两面性子的护照 而当你在A镜子面前举手 B镜子里面的你也会跟着举手 而两个镜子护照会产生 非常多的自己 大家在电梯或是更衣间中 应该都有看过这样的状况吧 但很明显 反射出来的第一个自己是最清楚的 但越到后面 反射就越看不清楚 因为变得很小 所以大家可以先理解成 靠得越近影响的越多 越远影响的越少 而根据物理理论中 平行宇宙虽然不相交 但可以靠得很近 靠得很近的时候就会有交互作用 产生一些异于我们所熟悉的物理现象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世界 已经产生连结 甚至发生了越来越深的影响 除了用万波斜梨穿越两个世界外 第一集中 郑太尔在后照镜看见了自己在帝王世界的分身 露娜 所以透露出在某种连结或时刻上 能不能在镜子中 看见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模样 而这个关键 会是因为李滚不断地在寻找郑太尔 还是因为李滚刚穿越不久而造成的现象呢 后来帝王世界的草影碰到热影而碰到自己 但在民主世界的草影蟹 明明拿着冰影却感觉到着乐感 可以知道 李滚的穿越带来了更多连结 因为李滚频繁的接触 将使两个分身产生连结 如果把草影蟹跟草影当作两个垫子 那这是我看老高说的 大家可以听听就好 他说放在一起之后再把它分开 当其中一个垫子移动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会也在同时移动 但他们之间可能不存在传递讯息这件事情 而他们本身就有某种连结 也就是说这两个平行世界 可能因为李滚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片化 而平行世界的产生正是因为 人在不同的选择下发展出来的未来 虽然细讲真的很复杂 但你可以知道是很多事情仍然演习着一个规则 该出生的人还是会出生 可能会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就是了 李琳娜在穿越后历经25年 仍然保持当年的样貌 因此可以知道不是在自己属于的时空中 自己身体的时间流失会变得极满 第七 闪电时李滚的身体会疼痛的原因 当李滚在民国世界时 闪电出现的夜晚 他的肩膀就会产生疼痛感 而回到了帝国世界仍旧会发生 李滚将这个症状归纳为穿越时空的副作用 但如果不是呢 我想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推论 当两个世界相互交叉时 分身可能会产生连结 当李滚来到民国世界时 他的分身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但我还是要保留下大波说谎的可能 但假设李滚在民国世界的分身 李自勋真的在八岁那年受到李林的杀害 那就代表着在民国世界里 本来应该要和李滚产生连结的李自勋已经消失了 他的疼痛感有没有可能 其实是来自于他们原本应该要有的连结呢 若是依旋这个原理 很有可能大波李林也有相同的反应 但是无论是因为哪一种原因 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大波是否也受到副作用的影响 接下来第五集 《震撼》也要来到帝国世界 假设他没有发生这样的副作用的话 这个假设就会成立了 如果有...那就...嗯...就是因为穿越 第八 李滚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炸鸡呢? 李滚来到民国世界之后 疯狂的爱上炸鸡 甚至使用起了吉典卡 可见皇帝对这样的食物有多么着迷 然而帝王世界中竟然没有这样的食物 真实世界里炸鸡传入韩国的食鸡为韩战 也就是1950年到1953年的战争 因为当时驻韩美军的饮食习惯 甚至在感恩节用炸鸡代替烤鸡 但在当时鸡还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食物 所以一直到近代才变得很普遍 上集中我们有提到 在帝国世界中很有可能没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也不会发生韩战 所以在帝国世界里面当然就没有炸鸡啊 只能说编剧真的对平行时空的发展有相当深厚的设定 第九 第三集信号彩蛋 这点想和其他没有看过信号的观众分享 第三集中正太宇与其他重案主星期 想要把一个他们一直在查的杀人案件解案 但正太宇左思右想就是觉得一切太过顺利了 但因为这个案子的结案要素都已经具备 正太宇因而提出并且想要说服大家再查查吧 他拿起了手机对着江星才说 痴痴2019江星才你那里也是这样吗 不查到底就去聚餐 都过了20年应该有点改变吧 大家透过罗斯的提点应该就知道这是信号的彩蛋 信号这部是被奉为神剧的穿越剧 讲述一名天才测写师意外的得到一支无线电 竟然能够跟15年前的一名重案主刑警联系 而这位测写师就加入了长期未解案件队 和主员一起解开长达好几年都会找到犯人 或是当年查案下来有些瑕疵的案件 15年前因为当时的技术并不发达 也使得一些警方随意的办案 很多连续杀人犯都逍遥法外 甚至出现警方抓错人的状况 有人因而做了冤狱 透过无线电这样穿越时空的对话 一同解开了长期未解的案件 那这里除了是金编对这部经典穿越剧的致敬以外 也是郑太乙在暗示说 以前警方都随意办案 难道现在他们也要这样吗 也因此说服了心裁 第十八痕相反的争议 小离滚在附近遭刺杀的时候 受李玲的左手抓着脖子 而戴着戒指的右手就拿着半截的万波席地 割破了小离滚的左边的脖子 但在之后的画面中 李滚的八痕都在右边的脖子 因此大家对这个现象产生了很多猜疑 由于这部是精心制作的大规模韩剧 众人几乎把剧组的特化式出错的几率归为零 大多都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 而网络上也出现了两种说法 我先和大家分享 那再和大家说说看我的看法 第一种是认为小离滚受到了攻击 被另一个时空的自己替换了 因此八痕在另外一边 但是之后李滚的儿时记忆还是非常清晰 丝毫没有失忆的状况 因此我认为这个可能性相当的低 第二种认为当时是把画面翻转了 左边变成右边右边变成左边 因为是镜像世界 但是我看了很多遍 李琳在模拟中的右手戴着戒指 且为惯用手 在之后的每一场戏中 他如果有戴着戒指的话 也都是右手 而且都是惯用手 如果是翻转的话 应该就要变成左手戴着戒指 再加上神秘人出场时 导演拍摄的镜头是角的特写 并且用旁边的血泊 我倒映出神秘人的人意 已经传达出这位神秘人 可能来自于另一个世界 用水平翻转画面的用意 来表达镜像世界的几率感觉 不太高 网络上也有人认为 其实应该没有错编 但我自己看了很多片 想了很久 我还是觉得他应该是真的不同编 所以我也不认同是 调包或是翻转画面这样的说法 但是是什么样的时刻 会让疤痕出现在不同编呢 唯一想到的就是 万波席里可能产生了什么魔法 毕竟是个开启镜像世界的钥匙 但如果镜片到结束都没有解释的话 那就真的是剧主出错了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最后我们来到了前四集的小屏 说实话前面两集让我有点提不起劲 因为主角动机有点叮叮叮的薄弱 加上我不是个爱看恋爱剧的爱好者 所以前面两集其实我看下有点普普 但后面两集的节奏变好了 情节也更加明朗 离滚终于想起自己是除了找恩人以外 还有别的责任 但这样的解析事实际下来 只能说金边有个很大的宇宙想要发展 缓缓相扣中越解析越让我感到吃惊 对于过去历史的假说也相当认真的发展 将帝国世界的架构牢牢打下 真的很期待还会有什么不同的世界设定 两支解析下来不知道是否有更加燃起大家对永远的君主的期待值呢? 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没有按下like鼓励我的创作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拜拜 偷偷的跟大家说 我打完稿之后就去洗澡 然后回来的时候导徽就坐在我的电脑上面 然后就看到他打了很多支 然后就把它删掉 然后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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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回复到一个 诶好像嗯对了没错了 然后我就把档案储存关闭 结果我在剪下一集的时候就发现说 诶怎么少了一大段 结果导徽竟然删掉了一千字 然后我没有发誓 所以我就只好补拍 唉猫咪